Hallelujah 好不好 收聽用姐妹讓我們來到愛我們的耶穌面前來讚美祂 只是此刻就是現在 為你我獻上我所有 我只想說你的道路 是我一生都在追求 若沒有你在我身邊 我怎麼能繼續生活 我只想要永遠與你同心 一起來宣告 你填覆我的世界 讓生命因你而改變 我最想過一切 我的光為你綻放 沒有人能攬住我 來為你而過 今天晚上先上我們前一前進 我們帶大家讚美你 我們前一場 只是此刻就是現在 為你我獻上我所有 我只想說你的道路 是我一生都在追求 若沒有你在我身邊 我怎麼能繼續生活 我只想要永遠與你同心 我只想要永遠與你同心 你填覆我的世界 隨身邊 我只想要永遠與你同心 我只想要永遠與你同心 沒有人能攔住我 來為你而過 你顛覆我的世界 讓生命因你而改變 我獻上過一切 我的光為你綻放 沒有人能攔住我 為你而過 你顛覆我的世界 讓生命因你而改變 我獻上過一切 我的光為你綻放 沒有人能攔住我 我來為你而過 主我生命讓大家為你而過 大家請說主我是自由的 媽媽說主我是自由的 我是自由的 所以今天晚上能靈要交灌在我們的中間 使我們得到自由 因為你的話語是這樣說的 能靈在那裡那裡就有自由 祝我們敬拜你 你是防備捆綁的人 你以為我們帶來自由 你以為我們帶來自由 最成熟我們被拒絕 直到遇見你保險 全新的我欣賞讚美 除了елен在那裡那裡就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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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 переж說面全都斷開 除了GM在那裡那裡就得自由 Oh 正在我最依你保险 是我和真是你的恩典 我曾受到痴而痛苦 直到遇见的一抱歉 庆幸的我欣赏的赞美 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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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灵在哪里就得自由 I'm free, I'm free, I'm free to dance and sing I'm free, I'm free, I'm free to shout it out I'm free, I'm free, I'm free to dance and sing I'm free, I'm free to worship you I'm gonna worship you 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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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耶稿通过耶稿通过耶稿 所有人全都断在哪里 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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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耶稿通过耶稿通过耶稿 所有人全都断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 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 I'm free, I'm free to dance I'm afraid to shout it out Wooow Hallelujah Come on we'll listen like a book Hallelujah Yeah 主 祢是我们的主 祢是我们的神 祢配得荣耀尊贵还有权柄 祢释放我们进入到祢的荣耀尊贵还有权柄的里面 祢给我们自由 让我们进入到祢的荣耀尊贵还有权柄的里面 当我们认出祢是主 我们就得着自由 当我们认出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就得着自由 我们敬拜祢 我们仰望祢 祢是我们的神 祢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敬拜祢 我们仰望祢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敬拜祢 我们仰望祢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敬拜祢 我仰望祢 我们的盼望祢是我们的盼望 你抑制我的心 你恢复这时代 你拥抱每个人都软弱 快要掉灵的心 我困难你能挪开 爱此刻正在运行 我感觉是可以进来到 你要成就的事 我们的盼望祢 我们敬拜祢 我们仰望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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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敬拜 我们仰望 你是我们的善 你是我们的盼望 你抑制我的心 你恢复这时代 你拥抱每个感到软弱 他摇摇你的心 我可哪里能躲开 爱此刻正在运行 不然这时刻已经来到 你要拯救的是 你要拯救的是 在我的生命中 我一直爱恢复我们 就要你的话语说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是你的慈爱永远没有离开我们 就你说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是你的慈爱永远没有离开我们 你是我们的盼望 你永远没有离开我们 祝我们赞美你 我们敬拜你 你永远没有离开 大閃小閃 你都能夠落開 我的盼望 你是我的力量 大閃小閃 你都能夠落開 你的慈愛永遠不會離開 大閃小閃 你都能夠落開 你是我的盼望 你是我的力量 大閃小閃 你都能夠落開 你的慈愛永遠不會離開 你引起我的心 你恢復這時代 你擁抱每個大軟弱和壓凋零的心 我從來你能夠落開 愛情要撐在你心 我看著新人已經來到 你要成就當心 你翻轉我的困境 一切因你而更新 我感覺時刻已經來到 你要成就美好事 你翻轉我的困境 一切因你而更新 我感覺時刻已經來到 你要成就美好事 呃IA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的君 又得驅徒 我要傾拍你 我要神oustitis 你是我的神 我的主 你是我生命的中心 耶稣 耶稣 我要敬拜你 耶稣 我们敬拜你 耶稣 耶稣却是世界万有的主 耶稣却是世界万有的主 从起初直到最后 我心的依靠永远都是你耶稣 耶稣 耶稣却是世界万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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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 无人能与祢相比 耶稣 耶稣你是中心 我一切都围绕着祢 只为祢我生命的主 耶稣 耶稣我生命的主 耶稣我承认生命的主 耶稣我承认生命的主 从起初 从起初直到最后 生命的救助 永远都是祢耶稣 耶稣我心别无所求 无人能与祢相比 耶稣 耶稣你是中心 我一切都围绕着祢 只为祢我心 我心别无所求 无人能与祢相比 耶稣 耶稣你是中心 我一切都围绕着祢 只为祢 从我心直到主 耶稣你是中心 耶稣你是中心 我全然为祢 一切全然为祢 从我心直到主 天 耶稣你是中心 我全然为祢 我全然为祢 一切全然为祢 从我心直到主 耶稣你是中心 我宣认为祢 一切宣认为祢 从我心直到主天 耶稣祢是为你 我宣认为祢 一切宣认为祢 耶稣成为我教会的主 耶稣成为我教会的主 万喜都要归拜 万口要承认 祢是救赎主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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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 直到主天 耶稣 耶稣 你是為你 我確然為你 以stick 確然為你 從我心直到主天 耶稣 你是為你 我確然為你 以stick 確然為你 從我心直到主天 耶稣你是为你 我全然为你 一切全然为你 从我心直到今天 耶稣你是为你 我全然为你 一切全然为你 我全然为你 一切全然为你 我全然为你 一切全然为你 耶稣 全然为你 耶稣 你是为你 我生命的主 你是万有的主 耶稣 无人爱与你相比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全然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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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然为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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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心直到初见 耶稣你是为祢 我全然为祢 一切全然为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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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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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要不然你同声开口来祷告 你的生命是不是全然为耶稣 让祢 让祢的生命完全的交在祂的手中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我们赞美祢 喔主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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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赞美祢 主 唯有祢配得 唯有祢配得 主啊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全能交在祢的手中 喔主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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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们生命的唯一 喔主啊 主啊 让祢是我们世界的中心 主啊 我们这一生都在祢的手里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我们赞美祢 主我们要来到祢面前 主我们要对祢说 主祢是我们生命的唯一 祢是我们世界的中心 主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要追寻的 唯有祢 唯有祢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一位 主我们来到祢面前要对祢说 祢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主在这新的一年 主我们要把每一天交在祢的手里 祢祢来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 主进到我们生命当中 祢祢来带领 引导我们前面的每一步 都行在祢的光中 主使用我们的生命 可以活出祢的荣耀来 可以来见证祢的名 主我们感谢祢 主我们这一生都是祢所有 主让我们这一生可以来荣耀祢 耶稣我们感谢祢 唯有祢 唯有祢是我们所爱的那一位 唯有祢是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 主祢是我们世界的中心 主我们赞美祢 我们这一生 不论是高峰 不论是低谷 每一个时刻 我们都要来荣耀祢 每一个时刻 我们都要紧紧的来跟随祢 耶稣我们感谢祢 主我们赞美祢 愿一切的荣耀 一切的颂赞都归给祢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派手把掌声归给神 阿里路亚 好不好你要坐下的时候 告诉你主要的说 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我们感谢神 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边 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可以一起来敬拜 可以跟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敬拜 真的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 阿们 好不好 再一次告诉你主要的说 可以跟你一起来敬拜 实在是美好 我们感谢神 我们欢迎神的同在 欢迎神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也要来欢迎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 或者是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等一下我数到三的时候 要请你从你的位置上面站起来 让我们所有青年牧区的弟兄姐妹 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呼 加尖叫来欢迎你 所以好不好 要邀请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如果你是第一次或第二次 还有那种你很久很久没来的 一年半年以上都没有来的 现在你又来到我们当中 又是第一次第二次来的 也欢迎你一起站起来 所以第一次或第二次 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一二三 请起立 前后左右十个人就当中握手 欢迎他们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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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欢迎你 欢迎 欢迎 哇 我们许多的新朋友 欢迎你们 刚你站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招待有给你一份新人流民卡 还有一个简介 好不好 请我们新朋友 你现在就可以拿出这个绿色的流民卡来 可以来填写 留下你的资料 让我们可以更多来认识你 我们也会有人跟你联络 会邀请你加入到我们的小组里面 在我们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小组 有各种不同年龄层的 每一个不同时段的 所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你除了来 礼拜六 这个时候我们的崇拜以外 在其他的时间 也可以加入在我们的小组当中 那在今天你的简介里面呢 也有一张红心的贴纸 上面写着VIP 请你现在拿出来贴在你的左胸前 这张VIP的贴纸 请你可以贴在你的左胸前 让我们知道今天 你是我们的VIP 我们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 OK 等一下聚完会的时候 我们的新朋友们 也欢迎你在外面的219教室 那边是我们的新人接待室 也是我们的VIP 欢迎你在那边 我们为你有一个介绍 介绍我们这个教会 介绍我们青年崇拜 也介绍我们的小组 我们还有人为你祷告 还有茶点 所以邀请我们的新朋友 等一下聚完会的时候 在外面的219教室 我们可以一起为你来祷告 为你来祝福 OK 接下来是我们敬拜的最高峰 就是奉献 我们欢迎一文直视 为我们领今天的奉献 拍手 欢迎她 好 感谢主 因为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近况好了 因为最近我们家的房子 快要租约快要到期了 所以我重新开始在网路上找房子 因为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开始接待别人进到我们的家里面 因为我们在淡水嘛 讲原来的话可以住我们家这样 所以我们想说 就是可以大一点的房子 多几个房间 多一个两个房间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预算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符合我们的预算 然后又喜欢的房子 其实很不容易 所以我找了好几个礼拜 然后这个礼拜一 我突然发现有一个新刊登的房子 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而且预算就是 它的价钱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就马上寄给Katy 然后我就又赶快跟房东约时间 这样要去看房子 然后呢 我就非常非常的兴奋 可能是因为找了快要一个月 所以找了很久 所以终于看到 所以我很兴奋 然后我就开始规划说 如果我们租到这个房子 我们的钱要怎么做预算的规划 因为光哥跟我们讲说要做预算 就怎么样做预算 然后我们以后的交通要怎么做 我都已经开始规划开始想了 然后到了礼拜三的晚上 我跟Katy就一起去到 那个跟房东约定的地方 我打电话给房东 我说那个某某小姐 我已经到了那个地方 她说 今天早上我房子已经租给别人了 你知道吗 对 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你们讲到我的心声 真的 你知道我那时候的心情就是 天哪 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心里真的荡到谷底 完全说不出话来 这几天我有时候就会想说 如果我们可以多赚一点钱 我们的预算会多一点 就不用这样子了 或者想说 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房子 我们就不用这样被人家耍了 然后我心里还有非常非常多的OS 真的很多 心情非常非常地不好 这几天这样 然后呢 其实很偶然的 就是我看到我的桌上有一本书 那本书就是 勇者无拒那本书 前一段时间 这本书非常非常地激励我 所以就有感动 去把那本书拿起来翻一下 他就出了一段经文 他在马可福音的十章 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好 请 神的呼召去到淡水 或是Catie回应神的呼召全职 本来就不是要拥有房子 或是让任何其他的物质的东西 来满足我们 神似乎要我再一次地 把眼光钻住在祂的身上 让我知道我的安全感 不是建立在那些任何的物质上面 而是在神的身上 我相信 祂要我们相信 那个爱我的天父 必然为我预备 我相信我们的奉献 也是这个样子 当我们把我们精力 握在手上的金钱 慢慢地交回到神的手中的时候 同时你也会把你的眼光 慢慢地转向 你会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也才可以学习 我们活着是凭信心 而不是凭眼见 让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 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天父我来赞美你 主要是让我们活着 不是好像一个孤儿的身份 好像我们要靠着自己 不断地努力 而是当我们每一次 我们奉献 主要你要的不是我们的金钱 而是要我们把我们的手打开来 让我们的眼睛再一次地转向你 转向那会爱我们的天父 你是为我们预备一切的 主要是让我们撇下这一切 主要你说我们可以得着百倍 在我们今生 也在来生也有永生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天父 谢谢你 愿你愿纳我们的奉献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让我们一起来奉献 我们一起来奉献 将你奉献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多把焦点定睛在神的身上 阿们 我们一边奉献一边来听 我们的报告 好不好请大家拿出你的周报来 在我们周报的背面 有我们的报告事项 请大家能够一起来关心 也一起来了解 我们牧区接下来有许多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是我们 2014年的小组教材 特别是我们第一季 我们就要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小组教材 叫做天国咖啡馆 这本书非常的特别 这是我们BESOL教会的许多这些讲员 他们所写的精华 我们把它浓缩成40篇 40篇可以成为每一天的灵修的进度 那鼓励所有的小组 所有青年牧区的小组 不管是社青区或者是学生区 还有所有的福音中心 我们全部都会使用这本书 成为我们第一季的小组教材 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来购买 因为是要当成小组教材 所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 会卖给我们所有小组的弟兄姐妹 这本书原价250元 现在卖你100元 但是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请大家赶快在小组里面 来登记来购买 好 第二个要报告的是 我们农历春节 农历春节的聚会是暂停的 农历春节的礼拜六 是大年初二 就是2月2号的青年崇拜 礼拜六的青崇是大年初二 所以这一次我们是暂停聚会 那还有包括国高的崇拜也都暂停 但是请大家要去到你家里附近的福音中心 或者是分堂 或者其他的教会 礼拜天的时候 请你还是要去到那边聚会 大年初三礼拜天的时候 请大家还是要去到所有的你家附近的 或者你不管是回中南部 去到你亲戚朋友外婆 或者爷爷奶奶家里的附近的教会 福音中心分堂可以来聚会 那我们青年牧区所有的福音中心 都还是照常营业 大年初三 我们都还是有主日崇拜 不管中山区或者新店的大瓶林 淡水 宜兰的头城 如果有人宜兰了 你去到宜兰 或不管你去回娘家或去玩的 到了宜兰你可以去头城 来参加主日崇拜 好 这个是青年崇拜暂停 但是礼拜天的所有崇拜 都还是照常举行 请大家特别注意 第三个是我们牧区的祷告会 这个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这个礼拜五 1月17号礼拜五的晚上 是我们天国文化的恩高传递的祷告会 请所有参加天国文化的同工 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加 这个恩高传递的聚会 礼拜五晚上 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五 晚上七点半在宣教大楼四楼的赴堂 请所有的同工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一起来参加 好 第四个呢 要报告是我们天国文化特会 我们这个已经报告好几个月了 不是很久 就再过几个礼拜就要开始了 它开始的时间是2月5号 请告诉你昨天说是2月5号要开始了 2月5号是什么时候呢 2月5号就是大年初六 OK 大年初六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很久以后 然后过年在家里放假放很爽 然后就忘了 不是 大年初六 请记得大年初六来参加天国文化特会 然后我们的同工们 请你特别注意 所有报名参加天国文化的同工 你不要大年初六才来 很多同工应该是大年初五 前一天就要进场了 所以请同工们特别注意 让我们同工也要征召 我们这次的同工非常的不足 特别是招待总务 都是我负责的主别 大家给点面子吧 招待总务都还缺很多的人 还有我们特卖组也都缺人 所以请我们弟兄姐妹 赶快来报名参加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 特别是我们佩搭的同工 当然我们晚上还需要有祷告一致的同工 这个我们后面会征召 好 那这是天国文化聚会 请大家要赶快来报名 那再来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典礼 叫做孩童奉献礼 我们要为我们当中的一些孩童 为他们来祝福 为他们来祷告 诗篇127篇第三节那边说到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也是他所给我们的赏赐 127篇第四节那边也讲到说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永世手中的剑 我们很高兴看见神赐给青年牧区 有许多年轻的夫妇 从神那边领受美好的产业 就是我们这些的儿女 今天总共有七对父母 带着他们所爱的儿女 愿意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 教养孩子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 就像箴言22篇第六节那边说的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这些父母都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 来养育儿女 所以让他们从小可以认识耶稣 拥有属神的价值观 能够一生行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 OK就算在这里哭闹也没有关系 让他们可以来认识耶稣 从小就在属灵的环境里面成长 好我们要来欢迎我们这些的家长 还有他们的孩子第一位叫燕穆轩 爸爸妈妈是燕信中张佳琪 耶 我们的牧师非常的 非常的蒙祝福第三个小孩 好第二位是周信棠 爸爸妈妈是周迅正牧师 还有亚文姐 第三对是黄永熙 爸爸妈妈是黄艺杰洪佳琪 耶 你知道吗 以上这三个小朋友 都是排行老三 就是他们三个都是第三胎 哇我们感谢神真的是我们大家的榜样啊 再来小baby是熊贤勇 熊贤勇爸爸妈妈是熊席琪何佩颖 好让我们拍照一下王哥 赠送他们许多的这个礼物还有书籍 看他们三对都是 Dor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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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三个 感谢神 好 我们的社情区的区长熊席琪还有何佩颖 感谢神 好再来是我们的baby是 萧云 我们是我们的同工 音控同工萧虎李淑君 他们的孩子 这也是第二胎 好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薛亚 薛亚小妹妹 爸爸妈妈是薛颖童李嘉玉 好 最后一位小baby是李仁宇 是李建辉李乔宇他们的孩子 欢迎你到前面来 好 好 我们感谢神 我们要让大家一起来读一个立约书 这些爸爸妈妈要在神和众人的面前 要来立下这样一个约定 孩童奉献李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孩子是神所赐下的礼物 我们不是为这些小孩子来受洗 我们要是让父母可以把孩子的教养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 所以父母的责任是用敬畏的心和神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 每一位基督徒的父母要把孩子分别为圣来归给主 那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讲说祝福孩子是父母的特权 因此现在我们要以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立下这个约定 我们请所有的爸爸妈妈一起同声开口 我们来立约在神的面前 预备 来 我们愿将我们的孩子奉献给主 照神旨意带领他们终生行走主的道路 我们愿谨守上帝的托付 尽圣洁的本分为荣耀上帝全心全意保护养育他们 我们愿意在家中按照圣经的道理 并运用一切属灵的智慧教导儿女 我们愿意协助儿女接受教会的指导 带领与牧养 立约人 好我们感谢神 我们一起 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为他们来祷告 请我们所有的牧者 我们的这个区牧们能够出来 还有区长们也出来 区长们也一起到前面来 为我们这些的孩子 为我们这些的家庭 为他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举起手来 为前面的这些父母 还有这些的家庭 为这些孩子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祝你《祝福神》 我们同声开口 我们来为他们祷告 神的灵你来浇灌每一个孩子 主啊你来浇灌每一个孩子 浇灌每一个家庭 主啊我们把他们浇在你的手中 主啊求你给这些的父们 他们从你那里来 属天的智慧 一个敬畏你的心 主啊将他们的孩子 主啊真是能够 主啊能够 主啊按着你的心意 主啊来养育 主啊我真的相信他们要成为主你自己 国度里面的 主啊大能的器皿 主啊是 主啊伟大的 要被你来大大使用的 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 供应他们一切 主啊身为父母所有的需要 帮助他们在你的里面 主啊在整个的教养的过程当中 满有你的恩典 耶稣谢谢你赞美你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哈利路亚 好不好我们一起派一首把掌声归给神 耶 好他们要合照 弟兄姐妹请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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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下要照的也可以照 好 謝謝 謝謝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當中結婚的請舉手好嗎 結婚的 已經結婚了請舉手 這麼少 不會把結婚的都到哪去了 OK 還沒有生的請繼續舉著 還沒有生的 好 願主祝福你們 讓你們能夠趕快生養眾多 遍滿全地 好 我們要繼續來報告 還有幾件重要事情 你知道在這個前兩個禮拜 就我們聖誕節前我們的光牧師 還有我們幾位同工跟著斐利牧師 一起去到以色列的伯利恆 就是耶穌所降生的那個地方 如果各位你知道耶穌降生在伯利恆 對吧 應該都知道吧 耶穌降生的那個地方 那個馬槽已經被蓋成一個教堂 而且前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廣場 但是因為現在伯利恆的區域 是屬於巴勒斯坦區 在以色列裡面 他們有一大部分的區域 都屬於巴勒斯坦的自治區 是回教徒的地方 所以光哥還有斐利牧師 還有馬來西亞的柏壽哥 他們帶著我們好幾個團隊 一起去到那邊 在那邊辦了一場步道會 我們來看這一段的影片 字幕志愿者 !!!! 我們一起探發 trumpet 把電力揚和電力揚揚 Antolo 我們一起伺一把大祭 副福祉 Jesus Jesus Him 把聖人이는犴法 瑟哥岳露 我們今次國は打職 我們還會誘祀 和声磊我太形容,けれど你笑好 I am witnessing to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who was born in your hometown Bethlehem So all of you at the market over there Yo listen now to me My name is Bill and I am a disciple of Jesus Come here Those of you on that side of the street One two three four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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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come here I want to speak God's message after you come here Hello Hello Jesus Jesus Come on Don't you want to clap your hands to Jesus He is here in Bethlehem tonight Look at this Somebody's finger could not be moved The Holy Spirit said He here in Jesus name Be here in Jesus name 聖醫生 打電話 慢慢教過 聖醫生 聖醫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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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神的名在伯利亨大大的被高举起来 因为圣灵显明祂的同在 圣灵显明祂奇妙的作为 我相信圣灵不会只有在巴勒斯坦 显明这意志的大能 圣灵一样要在台北 来显明他意志的大能 阿们 你期望看见意志的神迹吗 你期望看见意志的神迹吗 没有人期望 你期望看见意志的神迹发生在台北吗 我们在2月5号到2月7号 在台北小巨蛋 我们天国文化特会三个晚上 都是神大能一字步道会 有这个票在各位的周报里面 请各位拿出来好吗 这一次我们的神大能一字步道会 全部是免费开放入场 全部是免费开放入场 但是你需要有票才可以进去 所以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 这一次要拿这张票才可以进去 不用买票 可是你需要拿到这张票 你要邀请的人也需要拿这个票 所以弟兄姐妹 请注意你的周报里面的这张 请你先把它留起来 如果你还要邀人的 请你赶快在外面 我们外面的招待桌 能够来索取这张票 请记得这一次要拿票才可以进来 OK 这一次要拿票才可以进来 免费入场可是需要索票 OK 好 我们好不好一起起立 我们为这神大能一字步道会来祷告 你真的期望看见神迹吗 你真的期望看见有医治会发生在台北吗 如果你期望的话 好不好举起你的手来 为这一次天国文化的神大能一字步道会来祷告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 我们向神来呼求 主啊让你的神迹奇事可以发生在台北 让你的医治可以临到这地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阿雷独亚 祝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来呼求 主啊 主啊 真是施行你的拯救 主啊 施行你奇妙的作为 主啊 让更多的人可以在这边得着医治 可以得着释放 主啊 我们求你在这里来工作 主啊 在这荣耀莲里面 主来彰显你的荣耀 主啊 让你的名在台北被高举起来 让你的名在台湾被高举起来 祝我们向你来呼求 主 特别在这三个晚上 祝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 主啊 在我们的聚会里面 祝你来施行奇事 主啊 主啊 你来预备人心 主 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 被你的爱来触摸 主 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 生命能够得着翻转 身体能够得着医治 耶稣 我们感谢你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主 我们赞美你 祝把整个聚会从头到末了 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的名在当中被高举起来 祝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拍手把掌声归给神 我们也欢迎今天的讲员 我们的迅光牧师 拍手欢迎迅光牧师 阿们 earlsy please 请坐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 再过两个礼拜 菲利木士会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 所以再过两个礼拜的青年崇拜 菲利木士大学已经快要三年 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了 所以他也不是来台湾是为了要来我们这边讲道 他是要做别件事情 但是呢就是身为他的好兄弟 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拗他来到我们当中 能够来分享 所以呢下下礼拜他就会在我们当中 我也要请他特别为我们所办的天国化测会 还有神大能布道会来祷告 然后也要为我们所有的这些福音中心的 负责的同工来祷告 因为我真的相信是他在为我们青年牧区 他为我们发预言说我们会建立一百间教会 那我们虽然现在有四间 然后如果加上英文崇拜的话 就只有五个不同的一个像一个教会一样 但是我们真的相信神要在我们当中做更多的工作 特别是在池塘方面的 那我要分享就是我这个上个礼拜 我跟菲利牧师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 因为去参加一个人的婚礼 那在新加坡的时候呢 陪着我们是两个好老公 所以陪着老婆去逛街这样子 那老婆就在换衣服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是相当的无聊 就是站在那边很久 所以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坐着 然后我们就是等他们换衣服 什么那些东西的 我们就开始有点 就是开始聊天 他就跟我分享说 前两个礼拜吧 他们办一个 他们现在开始办那个 很多是儿童的布道会 他们办那个儿童布道会的时候 菲利牧师去这个儿童的布道会 然后大概是几千个儿童 三四千个儿童 然后菲利牧师对他们讲到 然后在最近的一次的 这个儿童布道会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是问这些所有的 不是弟兄姐 就是这些小孩子 他说有多少人你要被神触摸的 你想要经历到神的触摸 今天你在这个地方 你要被神触摸的 很多小朋友就举手 然后他就选了一个小朋友 来到台上 然后呢 他就在问第二个问题 说有多少的小朋友 你们想要被神大大使用的 然后呢 就有一些小孩子也举起手来 他就选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女孩 来到台上 因为他举起手来 说我想要大大被神使用 结果他就为那个 想要被神使用的这个女孩 他就为她祷告 祷告完以后 他就被圣灵充满 然后倒下来 然后呢 他就说 把她扶起来 然后接下来他说 这个小女孩 你来为这个哥哥还是姐姐 就是那个想要被神触摸 你来为她祷告 结果那个小女孩 很小很小很小 大概可能 不知道有没有 一二年级 很小的女孩 她就按手 在另外一个小朋友的身上 另外小朋友被圣灵充满 然后也倒下去 所有当场 那些几千个孩子 他们就很压抑说 哇 神也可以使用我 神也可以使用 一个小孩子 神也可以使用我 所以那一天晚上 就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就觉知 然后他说分享 有个见证 就是有一个孩子 他的右耳是聋的 然后呢 他都要带助听器 那天他来聚会的时候 但是他另外一只耳朵 可以听见 所以他在参加聚会的时候 他就觉得一切都很正常 可是他回去 坐到车上 他装上那个助听器的时候 他就突然发现 为什么声音 这么大声 这么吵 原来神在聚会的里面 就完全的 一致他的右耳 所以他现在两个耳朵 都可以听见 把荣耀归给神 哈雷路亚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 他说哇 我们办了这个 这个布道会 儿童的布道会的时候 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刚刚三月还是四月 他说我们要办 儿童的神大能 我们要办 儿童版的神大能 我们要去把那些儿童 然后从儿童的医院 什么全部都把他们 载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呢 他们爸妈也带他们来 然后我们就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可以得到遗旨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 这样子的机会 在几个礼拜过后 我们在小巨蛋 有三天晚上 这样子的聚会 我真的盼望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相信 神可以透过我们 神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来为他行神迹其事 来医病 来赶鬼 来使人得着释放 Amen吗 Amen 再次跟你旁边的说 神会大大的使用你 Amen 然后我也很感谢神 我记得是六七年前 我刚才看那个影片的时候 六七年前 我第一次去参加 去印尼参加 弗利牧师所举办的 神大能布道会 然后在那第一次的时候 那一天晚上 神就告诉我 因为那天晚上 有一个回教徒 他就上台来做见证 神怎么样医治他的先生 然后他是穿着 回教的这个衣服 当他在做见证的时候 神就告诉我说 你知道福音要怎么样 穿回耶路撒冷吗 怎么样子能够 好像福音能够 进到这些回教徒的心里面 不是因为你讲得很棒 也不是因为你的音乐很棒 那是因为他们真正的 看见神的大能 神迹其事 彰显在他们的面前 所以你看到 在那个聚会的里面 在伯利恒 真的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讲什么 他们真的不在乎 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讲得再好 或是讲耶稣什么东西 他们都不在乎 可是当神迹 其实一发生的时候 他们的专注力 马上就专定金 在整个讲台上面 定金在菲利牧师上面 所以我真的相信 当我们更多的 去操练的时候 神也会更大的 来使用我们 因为这福音本 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Amen OK 我们在每一个一年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会分享 我们青年牧区的意象 我们的领袖 也会在第一季 从不同的角度 让青年牧区的弟兄姐妹 知道我们的意象是什么 我们如何可以让每一个人 参与在这个当中 我们如何可以让每一个人 成为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份子 让神可以运行 可以工作在我们的身上 也要带领我们今年 能够进入到更大的突破 更大的跨越的里面 所以今年在第一季的时候 光哥要跟你分享四篇信息 从四个角度 能够达成神所给我们的命定 第一篇要讲到相信 believing 第二篇讲到归属 belonging 第三篇讲到成为 becoming 第四篇讲到建造 building 这是神创造你生命的意义 所强调的就是 你要成为 你要being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所强调的是 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子的人 being一个怎么样的人 而不只是你要去做什么 不只是讲到你doing 不只是讲到你要去做什么 你会发现宗教 常常会要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 可是神却关心 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子的人 如果我们单纯的成为 神创造我们的样式的话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去做 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focus 永远都不是只是在 你要做什么 而是神渴望你成为一个怎么样子的人 那我要鼓励你 千万在这样子的一个 第一季的当中 不要错过我们这些的信息 因为我们每一个领受 我们都会跟你们分享 从不同的角度跟你们分享 青年牧区的异象 我们盼望在 每一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成为有异象的一群人 每一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不是只是survive 我们不是只是生活 我们不只是去赚钱而已 我们真的看见 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 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人生的方向 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过 这些的信息 那今天晚上 我要跟你分享第一篇信息 就是believing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这样的角色 我们感谢你 主你让我们真的感觉到 在这个地方 不只有你的同在 也有弟兄姐妹的爱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孩子 家庭 他们把教养孩子这件事情 奉献在你的面前 真的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就是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是一家人 主要在今年 主要当你要更多的 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 主要当你要更多的 引导我们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能够看见你 更荣耀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求你今天晚上 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 也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你所给我们的呼召与命定 以至于主要 我们在奔跑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 那个火热的热情 耶稣谢谢你赞美你 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要讲的是 Believing 可以相信 Believing 第一个 第一点 是神创造我们 是有着一个目的的 神创造我们 是有着一个目的的 创造第一章 第二十六节 你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找出我刚刚所分享的 这四个元素 神说什么呢 神说我们要照着 我们的形象 那是什么 那是归属 就是要归给神 要按着我们的样式 那是什么 那是成为 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神 然后造人 那是什么 相信 神创造我们 为了我们能够相信祂 也是今天晚上 我要跟你们分享的重点 然后接下来讲到 使他们可以管理 管理是什么 就是建造 我们要建造神的国 在这地上 使他们可以管理 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 以及全地和地上 所有爬行的生物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见 神创造我们 祂就是要我们来相信祂 祂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于祂 知道有那个归属感 知道我们是属于祂 而且要让我们越来 越像祂 以至于有一天 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可以建立 建造神的国 在这地上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绝对不是一次性的 不是Believe Belong Become 跟Built 而是有一个ING 在那个后面 他讲到的是 Believing Belonging Becoming 跟Building 意思是说什么 意思是说 这是一个现在进行事 是一个不断在发生的过程 如果我们不明白 这四件事情 是一个不断在发生的过程的话 我们就会认为 十年前光哥 我就已经相信啊 为什么我现在还要相信呢 我们已经上过了 敬礼的意义 我也受了喜 我也参加了新人餐会 我也加入了小组了 光哥 为什么我还要归属 成为 你讲到成为 你知道我已经去装备课程 都上过这些的课了 为什么我还要成为 建造 你讲到建造 光哥 我有服饰 我有参与在团队的里面 我有去宣教 我有开始 参与在开拓的当中了 为什么我还要建造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告诉你 这个都不是我在讲的 我所讲到的这个 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 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持续的恩典跟工作 如果去年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做工作 那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今年神仍然要做 更大功能的事情 如果去年 如果三年前 四年前 你在星期的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跟跨越的时候 让我告诉你 今年你在星期上面 要有更大的跨越 神是那位 持续在你生命当中 有恩典 有怜悯 持续的工作 持续的塑造 你生命的那一位 所以你要知道 第一个 这不是一次性的事情 这不是说 我相信过了 我已经参加小组了 No 谁要你在小组 在团契的关系的里面 在归属馆的里面 有一个更大的 突破跟跨越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过程 今年你期不期待 神在你这个 信心的旅程的里面 继续的来带领你 进入到更大的突破呢 所以第一个 你要知道 神创造我们 是有着一个目的 你的生命是有目的的 第二个 神创造我们 是要最先来相信他 神创造我们 是要最先来相信他 我们一起来读 创世的第二章 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来 耶和华神把那人 安置在伊甸园里 叫他耕种和看守那园子 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吃 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时候 你必要死 你知道神在创造 亚当下话的时候 神的里面有一个渴望 他的渴望就是 他们可以相信神 他们可以相信他 相信他所说的 在伊甸园里面 有两棵树 我们都知道 一棵是生命树 一棵是分别善恶树 神说什么 神说你们千万不要去吃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因为当你们吃的时候 你们就会死 你一定要知道 神是从来没有 要亚当下话 透过失败跌倒来学习的 神并没有设计他们 是透过做出错误的决定 来学生命的功课 神渴望的是什么 神渴望跟设定的是 他们要透过信心来学习 神渴望我们透过信心 透过相信他来学习 他要我们单纯的相信他 他要亚当下话 单纯的相信他 当他说 当你吃这个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会带来死亡的时候 他要他们相信他 可是当魔鬼来的时候 魔鬼也做了 一模一样的事情 他要亚当下话 相信的不是神 而是他 撒旦一出现的时候 他就跟夏娃说 你知道吗 为什么神不让你们吃 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神是对你们有所保留 神是有好康的 不要让你们知道 他知道当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时候 你不但不会死 你会更好 你会更快乐 而当你吃的时候 你就会像神一样 他开始怎么样 他开始在欺骗他们 他说我不要你们去相信神 我要你相信我所说的 我要告诉你 他说你们吃的时候 你们就会像神一样 让我告诉你 其实他们早就像神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按着神的样式 跟形象所造的 你知道吗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不断地重复地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就跟我今天在牧羊 很多的弟兄姐妹 在辅导许多的人的时候 他们都相信魔鬼所说的 他们相信魔鬼他们所说的 他们相信这个世界对他们所说的 如果你犯罪 如果你照着你自己的方式去行 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做的话 让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更幸福 你一定会更快乐 这个世界告诉你说 魔鬼告诉你说 你要去报复那些伤害你的人 你要去喝酒 你要去party 你要去狂欢 你要叫很多的男朋友 叫很多的女朋友 你要随便去跟人发生性关系 你要不计代价地 去得到名声地位物质的享受 如果你觉得你的婚姻走不下去的话 或是你爱上别人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离婚 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会快乐 你就会幸福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你已经是幸福快乐的 根本不需要去听魔鬼 要你去做这些的事情 记不记得我们在 蒙福人生这个系列的 信息的里面 我曾经跟你们说过 一个蒙福的人生 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 而神在以佛所说第三章那个地方 第一章第三节那个地方 告诉我们说 我们早已经是蒙福的人了 因为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所有属灵的福气 都已经赐给我们 你是一个蒙福的人 跟你旁边说 你是一个蒙福的人 Amen 这是为什么 你是应该是全世界最幸福 最快乐的人 可是魔鬼撒旦却要骗你 祂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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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快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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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满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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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去做这些的东西 你需要去尝试这些的东西 你需要去做这些的事情 你才会快乐 祂不断地骗你 现在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而你会发现 当你这样 开始一直听祂所说的 你的心就会渐渐地转向 魔鬼的谎言 你会认为祂所说的谎话 都好像是蛮真实的 这是为什么 在很多人的思想的里面 有那样子一个坚固的阴磊 你知道为什么 你会觉得 祂所说的是很真实吗 因为在整个过程的当中 你已经不断地相信 祂所说的一些小谎言 一直不断地相信 祂说这个 祂说这个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快乐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你才会真正地满足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你才会被人家欣赏 你才会被人家接纳 祂告诉你 就要去做这些的事情 可是让我告诉你 神说你已经是被接纳的 神说你已经是被欣赏 神说你在祂的心里面 祂有多爱你 可是你知道吗 魔鬼就骗你说 你需要去做这些的事情 你才能够得到神的爱 你才能够得到人的爱 让我告诉你 你就会渐渐地去相信 祂的谎言 而不是像亚当夏娃一样 神渴望他们 能够来相信神 你知道神从来都没有 要亚当夏娃 是透过经验 也就是透过经历 来学习的 有人说了一句话 有人说 经验是最好的老师 让我告诉你 这句话是错的 因为经验不是最好的老师 经验是最残酷 最严厉的老师 信心才是最好的老师 我再说一次 经验不是最好的老师 经验是最残忍 最残酷 最严厉的老师 信心才是最好的老师 你知道在我们中间 我们今天特别是 为这些的家庭 婴儿就是孩童奉献礼祷告 你知道在我们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好的父母 会希望你的孩子 是透过经验来学习的 比如说一个爸爸说 爸爸教你有关 插座的危险 把你的舌头伸出来 你要舌头伸到 那个缝里面去试试看 你被电一次 你就知道 那个插头有多危险了 或者是 爸爸要教你 马路如虎口 所以现在 我爸爸就把你丢出去 到马路上面去 你被撞一下 你以后永远都知道 马路是很危险的 或者是 一个妈妈对她的女儿说 让我告诉你 女儿 未婚怀孕 未婚生子 然后你要堕胎 这真的是一件 非常悔恨 非常难过 非常心痛 非常心碎的事情 可是 我觉得你最好去试试看 你试试看完以后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悔恨 是不是这样子的难过 是不是这样子的心碎 然后你以后就会知道 不要这样做了 如果你是这样 教你孩子的话 国王哥就要报警抓你了 No 你知道吗 我们是渴望我们的孩子 透过相信你 跟你所说的来学习的 知道有一次 有一个妈妈 对一个孩子说 你不要碰这个熨斗 这个熨斗很烫 你不要碰 你知道那个小孩子 他怎么样做 他还是碰了 他还是去摸那个熨斗 结果他就被烧伤 在那间地方 就开始大哭 然后那妈妈就说 不是跟你说 你不要去碰吗 你不要碰那个熨斗吗 那个小孩说什么 你知道他小孩说 那你为什么要摆出来 你为什么要摆出来 让我可以碰到呢 你就知道你摆出来 我一定会去碰的 你知道吗 这就跟我们很像 我们就 你知道很多人 不知道多少人跟我们想说 国王哥 如果神不要我们吃 分别下来树的果子 那为什么神要创造那根树呢 为什么神要把那根树 放在伊甸园里面呢 他就知道我们就会忍不住 就一定会去拿嘛 就跟那个小孩子一样说 妈妈你不要摆出来 你摆出来 我就是会去碰它 不管你说什么 你知道神 他不是要我们 因着我们自己的错误 受到伤害跟痛苦 他不是要我们去 透过我们的精力来学习 他要我们相信他 相信他对你所说的 从信心的里面来学习 你知道 其实从圣经的里面 一开始就是这样子 明书记第十四章 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预备来 耶和华对摩西说 证明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虽然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些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圣明基地一章第三十二节 预备来 虽然这样 你们还是不信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圣明基地九章二十三节 我们来读预备来 我要告诉你 我们为什么会背逆神 不愿意顺服神 最关键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他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背逆 你为什么会 不想去顺服 不想去做神 然后你去做的事情 就是因为你不相信他 那个不信 就是你背逆的根源 那个不信 就是你不顺服的根源 另外在历代之下 第二十章二十节 那个地方说 第二天早晨 众人清早起来 出发到提戈亚的旷野去 他们正出去的时候 约沙法就站起来说 犹大人跟耶路撒冷的居民 你们要听我的话 信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就必建立 信靠他的先知 也就是神所说的话 你们就必横通 那个地方讲他说 信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那我们相信他的时候 你们就必坚立 你们就必坚固 那你们信靠他的先知 也就是神 对他的百姓 所说的话的时候 你们就必横通 就必横通 约翰福音第三章 十二节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这段经文 预备 来 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如果讲天上的事 怎能相信呢 除了那从天上降下来 人就在天上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某些在旷野 怎样把铜蛇举起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 使所有信他的人 都得永生 神爱世人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 到世上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而是要使世人 借着他得救 信他的不被定罪 不信的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 独生子的名 36的那个地方讲说 信子的有永生 不信从子的 必不得见永生 神的震怒 却藏在他的身上 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28到29节 那个地方说 众人又问他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我们应当要做什么呢 你发现 宗教总是要专注在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 可是呢 他们就问 耶稣说 我们应当要做什么呢 才算是做神的工作 我们要做什么 才算是做神的工作 耶稣怎么样回答他 耶稣回答他说 信神所拆来的 就是做神的功了 信神所拆来的 相信他 就是做神的功了 你知道我国安哥 以前真的是一个 非常不相信的人 我不相信神 我也不相信我的父母 我也不信任教会的牧者 或是领袖 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悖逆 而我25岁以前的生活 是非常的糟糕跟混乱的 特别是我在那个之前的 感情生活 我真的犯了很多很多的错 我也伤害了很多的人 因着我的失败 我可以了解自己受伤 或去伤害别人的感觉 这是为什么 如果今天 国安哥有机会 可以在这个方面去辅导 或去跟一些人分享的话 我很希望 他们能够相信 我失败的经验 跟惨痛的教训 我不希望 他们是要自己 去撞得头破血流 你知道当我在跟 这些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 我很希望 知道国安哥真的错了 我真的犯了这些的错 我真的怎么样子 依靠我自己 我真的做错了什么 我真的走了多少 多少这些的冤枉路 所以当我在讲的时候 我不是讲给你们 一个entertainment 你说光哥也这么查 光哥也这么训 不是这样子 我在讲的时候 是希望是什么 希望我能够跟我 我能够分享的对象 他们能够不要 去受到这些伤害 他们能够不要 去走这些的冤枉路 他们可以不要 去撞得头破血流 这是我里面的希望 你知道 那你说光哥 你以前这么败坏 可是你现在看起来 好像很OK 所以我觉得是 不经一事 不长一智 对不对 我觉得也OK 就是你有些的经验 那么破碎 然后这样子的败坏 然后这样子一切的经验 没关系 经验很好 老实说 你知道我以前 也是这样子的认为 我记得上上礼拜 我们几个青年牧者 被人请吃饭 Peter传道 他坐在我的左边的左边 就是我老婆的左边 OK 我隐约的就听到 他在跟一个社亲分享 有关交友 跟婚姻方面的一些观念 他有一点在做disciple这样子 然后他就讲了一个东西 我突然听到 他说 他的太太就是他的初恋 是不是 他太太就是他的初恋 OK 哇 他的太太就是他的初恋 然后 我记得 当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插了一句 哦 喜恩是我第七个女朋友 但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想说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些失败 所学到的功课 喜恩嫁给我的话 一定会受很多很多的痛苦 因为我以前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所以我就说 如果没有这些失败 让我所学的功课的话 我们结婚 他一定会受很多的苦 可是你知道 当天晚上当我回家的时候 神却对我说什么 神告诉我说 孩子 你的失败是因为你不信我所说 跟你不相信我为你所预备的 而这些的失败 带给你的是灵魂体的亏损跟羞耻 神说 不是你的失败 让你学到这些功课的 而是我的怜悯跟恩典 使你有机会可以悔改 你才能够从这个绝望 这么败坏的循环的当中出来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可以进入到婚姻的里面 像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就是要去犯错 我们就是要去跌倒 我们就要去经历失败 我不是说这些东西 神永远都可以 把你生命当中的这些破碎 生命当中这些负面的事情 神都可以翻转过来 成为有一天 你可以去祝福人 去帮助人的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 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当他 对你说话的时候 他渴望你相信他 很多的时候 很多人说 对 光哥 我学到这些功课 有没有学到这些功课 有 但是你不知道 这些东西在我生命当中 所造成的亏损到底有多大 你不知道在我的里面 有多么的破碎 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真的有一天 我在 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一天晚上 我自己在房间的里面 神就把我过去 教女朋友的事情 放电影给我看 你知道我看完以后 这种完全没有任何的 那种觉得 哇 我透过这些经验 神 我好感谢你 哇 你让我学到这么多 宝贵的功课 神 我真的感谢 不是 我看的时候 我真的想要好想死掉 我真的好想死 因为我觉得 怎么那么败坏 我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怎么会这样子的失败 我怎么会在这件事情上面 得罪神 但我看的时候 我里面充满了羞耻 神从来都没有 要你透过失败 来学习你生命的功课 神说 我要你透过 当我在对你说话的时候 你相信我对你所说的 你相信我 神在对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说 你知道 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吗 就是当我对你说话的时候 你能够相信我 你能够相信我所说 关于你生命的计划跟应许 你能够相信我对你所说 我给你生命的命定跟护照 当我对你说 罪有多可怕 这些坏习惯 会如何地毁坏你的时候 你能够相信我 你相信我是真的爱你 而不是要来挟制你 因为神知道 一个相信的生活方式 才会使我们不至于 在最终打转 If you believe him 如果你相信他的话 你就不会一直在失败 在跌倒 在犯错 或是在那个里面 一直循环的里面 你可以学到功课 怎么样学到功课 最棒的方式 就是透过相信神 就透过相信他 So important 这个世界你知道 有很多人 他们在很多的失败 他们在很多的挫折 他们在很多的 经验的败坏的里面 打转完以后 是的 有一天他们也可以 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好像你的身体 已经被烧坏了一样 你好像你的心里面 已经破碎了一样 当然神都可以 让死人复活 神也可以 实行神意 其实在你的身上 可是神要你在我们当中的 每一个人生 说我渴望你 拣选到最上好的 就是你相信我 每一天当你在灵修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 神就会对你说 神说孩子 为什么你要读圣经 为什么你要来听见 我对你说话 因为孩子 我对你的生命 我要对你说话 让你可以相信我 为什么每一个礼拜 你要来这个地方 你要听见 有讲员 来跟你分享 因为神说 当我对你说话的时候 我渴望你相信我 因为你就不需要 去经过那些的过程 你可以相信我 你就可以学到 生命当中最棒的功课 Amen吗 第三个 神创造我们 到最后也要相信他 神创造我们 到最后也要相信他 不只是首先 是到最后 你也要继续地相信神 罗马书第十章 第九到第十三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使他从死人中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心里相信 就必称义 用口承认 就必得救 经上说 所有信靠他的人 必不致失望 其实并不分 犹太人和希腊人 因为大家同有一位主 他后代 所有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民的 都必得救 在我分享 在我分享 得救是一个旅程之前 我要先要 每个弟兄姐妹 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是因着恩典 而得救的 如果你认为 你能够 或是你需要做什么 才能够使你得救的话 你就必须要 抵触圣经里面 所说的 如果你认为 你要得到这个救恩 你需要去做什么 你的行为 是要怎么样的话 你就会抵触 圣经所说的 你不能够传讲 恩典要加上行为 才能够得救 除非你不管 以佛所书第二章 加拉太书第三章 还有整本的希伯来书 再加上罗马书 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除非你都不管 这些的经文 你才能够传讲 是的 你的救恩需要加上行为 但是 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 救恩是凭着信 因着神的恩典 不是倚靠你的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跟你做什么 没有关系 因为救恩是神 所赐给你白白的礼物 救恩是神所赐的恩赐 可是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的里面 光哥要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我们可不可以 一次相信 之后我们想要怎么样生活 就怎么样生活 请问我们可不可以相信 那一天觉得的时候 耶稣我相信你 在那一天完了以后 我们爱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你知道在约翰福音 第二十章第三十节 那个地方讲到说 我们来看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预备来 但把这些事记下来 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使你们信了 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 我们来读一杯 来 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 信神的儿子之名的人 是要叫你们知道 自己有永生 刚约翰福音那个地方讲到说 信祂的名 因祂的名会得生命 然后呢 刚刚这节经文讲到说 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要你们注意一点 这两节经文的里面 讲到两个不同的观念 得生命跟得永生是不同的 得永生跟得生命是不同的 神说我创造你们 首先要来相信 神创造我们 首先要来相信祂 而且神也创造我们 到最后我们仍然要相信祂 我希望我们今天当中 每一个人都永远记住 这个之间的差别 一开始相信祂 跟一直到最后相信祂 这个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首先相信祂 会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 但是到最后都相信祂 会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 我再说一次 首先相信祂 会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 可是一直到最后都相信祂 会使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 有很多的人真正地相信耶稣 也真的得救 我相信他们会有永生 然后他们却没有活出丰盛的生命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生命当中 有某些的领域 并没有持续地相信神 并没有持续地信靠神 有很多的基督徒 也会不会上天堂 我相信他们会上天堂 但是呢 他们却没有经历到丰盛的生命 让我告诉你 你生命有任何一个领域 是你无法相信 或是信靠神的 你就没有办法在那个领域的当中 经历丰盛的生命 有任何一个领域 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相信神 你没有办法来信靠祂 你没有办法交托的话 你在那个领域的当中 你没有办法经历到丰盛的生命 你知道耶稣 祂是阿拉法 祂是奥美加 祂是首先的 祂也是末后的 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那个地方这样讲说 专一注视耶稣 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跟完成者 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跟完成者 祂是阿拉法 祂是奥美加 我们都知道信心是怎么样来的 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而来的 这里说到耶稣 祂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跟完成者 意思是说 祂是那位一开始就对我们说话的 祂是对我们一开始就说话的那一位 祂是我们开始了这个信心的旅程 当祂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神的道就进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 可是耶稣 祂会持续地对你的生命说话 直到你走完这个旅程 所以耶稣是谁 祂是那一开始的道 祂是那一开始的道 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 使你得永生 当你接受祂 当你相信祂的时候 你就得着永远的生命 这是神所给你的救恩 可是祂也是你生命当中最后的道 祂是你生命当中最后的话语 祂那个话语 每一天在你生命当中 要使你持续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 所以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在你生命的里面 Who has the last word Who has the last word OK Who has the last word in your life 每一个人都在对你说话 每一个人都给你分享很多 他们的意见 他们的建议 他们的想法 可是我要问你 请问你最后是听谁的话 你最后是听谁的话 关于你要不要离婚 请问你最后是听谁的话 关于你会不会得到医治 请问你最后是听谁的话 关于你要不要有婚前性行为 你最后是听谁的话 关于你要不要将你最初的十分之一 奉献在神的面前 你最后是听谁的话 如果是 我要问你 你最后是听你的话 还是听神的话 你最后是听你说的 听别人说的 听这个世界所说的 还是听神说的 如果最后是听你 或是听这个世界所说的 你是没有办法活出 丰盛的生命 你可以说光哥 我已经十年 二十年前 我就已经相信了 光哥不会否认你有永生 可是如果你没有持续地相信 如果He's not He doesn't have the last word in your life 他最后 在你身体里面上所讲的 那个不是神所说的话的话 你就不会经历丰盛的生命 让我换一句话说好了 刚刚讲 Who has the last word Right in your life 换句话说 如果你没有相信 耶稣在最近 对你所说的 你就没有在经历 丰盛的生命 若是你没有相信 耶稣在最近 对你所说的话 你就没有在经历 丰盛的生命 意思是说 Who has the latest word in your life Who has the latest word 我要问你 耶稣今天在对你说什么 不是昨天 不是去年 耶稣今年 2014年的时候 祂在对你的生命 说什么 不是祂过去对你说什么 而是今天 而是现在 耶稣对你在说什么 你愿不愿意在你的财务的上面 比如说我们刚刚在上一季 讲完财务的新盛 你愿意在身体的健康上面 在婚姻的上面 在你的服饰的上面 在你的工作的上面 在你生命的影响力的上面 相信祂对你所说的 如果你愿意安静你的心 你会知道 神随时都在对你说话 说光哥 我听到神的声音是十年前 那我告诉你 你没有活在一个 丰盛的生命的里面 为什么 因为祂对你的生命 在今年 在现在这个时刻 祂有一个心意 祂要对你说 祂要让你能够活在 那样子的一个 丰盛的生命里面 If you believe 如果你相信 祂现在对你所说的 Who has the latest word in your life 让我告诉你 人们最难相信神的 两个领域 两个方面 最难相信神 基督徒最难相信神的 两个领域 第二个 我们从第二个 从后面往上讲 第二个是财富 财务上面 是最难相信神的 就是有关于你的财务 要人相信十一奉献 也就是你管理百分之九十 然后神所给你的 然后你却拥有神的祝福 会比拥有百分之百 却没有神的祝福 会走得更远 会走得更好 其实对基督徒来说 很多的基督徒来说 很多的人来说 是很难的 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方面 非常非常的挣扎 因为这是一个 很强的一个 坚固银垒 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 耶稣说什么 耶稣也这样说 因为人的财宝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意思是说 如果是你在十一奉献的上面 你挣扎的话 你记不记得 我们蒙福人生 也讲到十一奉献 我们在财务的 这样一个新生的里面 我们也讲到奉献 讲到给予 如果你在十一奉献上面 你挣扎的话 让我告诉你 你不是有财务上面的问题 是你的心有问题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是你的心有问题 这只是显明 你内心的状况 是你的心 是你的内心出了问题 这是耶稣说的 不是光阁说的 所以如果你不爽的话 不要来找我 请你去找耶稣 你知道我真的不明白 当耶稣说 若你这样做的话 若你十一奉献 若你把出手的果子 带到我的面前的话 我就会破除 你生命当中的咒诅 我会为你斥责 那个吞吃者 我会为你打开 天上的窗户 寝拂在你的生命当中 直到无处可容 可是当耶稣 那么清楚地讲的时候 却还是有人 听完了之后说 我就是不要 十一奉献 怎样 请问这不是 兼顾盈累 这是什么呢 最明显 最明显的真相就是 你知道吗 你不相信神 你不相信神 可以祝福你 你不相信神 可以供应你 所有的需要 你不相信神 你在恐惧 你在害怕的理念 你知道有一次 有一个人说 我相信十一奉献 但是我就是不想做 我就说 那你也相信洗澡 就是不洗 是一样的意思了 第二难相信的 相信神的 就是你的财物 你的金钱 第一难相信神的是什么 第一难相信神的是什么 就是婚姻 就是婚姻 你知道 当一个人决定 要离婚的时候 你是最难改变 他的想法 当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说我要离婚 这个婚姻走不下去的时候 你是最难改变 他的想法 很多人在接受 婚姻辅导的时候 说牧师 我就是已经不再爱他了 我的婚姻 已经没有救了 你不知道 我们当中的沟通 我们之间的婚姻 出了多大多大的问题 那我就会问他说 你相信神会行神机其事吗 那个人就会说 我相信 然后我再问他第二个问题 那你相信神会为你的婚姻 行神机其事吗 很多的时候 那些人都回答不出来 因为他们已经认为 神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 神不可能恢复他们的婚姻 仔细听好 如果你相信的话 不管你的婚姻 是在一个多么绝望的光景 不管你遇到的是 多大的困难跟问题 神都可以将你的婚姻 起死回生 神都可以将你的婚姻 从死里复活 神可以使你 重新地爱上你的另外一半 因为神 是为我们行神机其事的神 但是你要问你自己 你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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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生命当中所预备的 你相信不相信他的真理 你相信他对你所说的 你相信不相信他的应许 你相信他的能力 你相信他的能力 你相信不相信神的大能 这一切都关乎着 弟兄姐妹 你要听哪一个声音 你要相信谁所说的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仍然住在 医院园的里面 你的面前还是有两棵树 就是生命树 跟你可以靠着你自己 来分别善与恶的这棵树 你的面前还有这两棵树 还是有两棵树 一个对你说 孩子我要你相信我 另外一个声音就跟你讲说 你不要相信神 你可以靠你自己 你不要相信他 而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会面对这个选择 你到底要不要继续 相信神对你所说的 你到底要不要继续相信他 神说孩子 我不只要给你永生 我不只要给你永远的生命 当你继续相信我的时候 你就会去经历到 你就会去得着 那个丰盛的生命 在你每一天灵修的时候 在你每一个礼拜 来参加小组的时候 你每一个礼拜 你还听见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听见 而当你听见的时候 你有没有相信 这位天父他何等地爱我们 他说孩子 我对你的意念 不是将灾祸的意念 而是要赐福 祝福你的一个意念 要叫你的幕后有指望 在我们当中 可能很多人 你在面对这新的意念 你里面有很多的担心 很多的害怕 很多的惶恐 你说神啊 这外面的经济这么不景气 有很多的东西 都不是我能够掌控的 我的财务上面 我不能够掌控 我的关系上面 我不能够掌控 我的婚姻上面 我的服饰 我的工作 很多东西 我都不能够掌控 神我很害怕 我很担心 可是神要对你说 孩子 你有没有听见 我在对你说什么 你有没有听见 我所为你预备的 是何等荣耀 那个丰盛 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今天还是一样 每天早上 当你醒来的时候 就那两棵树 你说神 我要相信你 还是你说 那我要听魔鬼所说的 我不要相信神 我要靠我自己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人 你们都已经有永生 有一天你们会上天堂 可是我里面 有一个极大的盼望 我渴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你都能够经历 在耶稣基督里面 那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 最先相信的是他 一直到最后 神我们仍然要相信你 我们仍然要紧紧抓住你 因为除了你 我们还有什么指望 因为除了你 我们还有哪一位是可以 哪一件事情是可以信靠的 所以神我们单单要相信你 Amen吗 我们一起从我们的座位上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吗 美根把眼睛闭起来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问神说 神 今天晚上 主你在对我的生命说什么 今天晚上 你要告诉我们 可能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有某一些的领域 是主 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地相信你 没有办法完全地交托在你的面前 主要在那个领域的当中 是我们经历贫穷 在那个领域的当中 是我们经历到 没有办法被满足 我们没有经历到 那个丰盛的生命 可是今天晚上 圣灵求你向我们来显明 我们在哪一些的方面 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地相信你 在哪一些的方面 我们相信的是抽屉魔鬼 对我们所说的话 而不是相信 主耶稣你对我们所说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财物 随便光哥今天有讲到 有关于财物 我不知道是你的婚姻 是不是你的亲子关系 是不是你的人际关系 是不是你的工作 是不是你的服事 是不是神在对你说 祂要给你的应许 或是祂所要给你的梦想 你愿不愿意相信 祂对你所说的 还有我感觉到有很多很多的人 你所听见神对你所说的话 已经是过去很久很久以前了 你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你说神 求你今天对我说话 主求你每一天都对我说话 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我需要听见你对我的生命 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有什么样子的计划 有什么样子的命定 有什么样子的祝福 有什么样的应许 我才知道 我要怎么样子来相信你 与你一起来经历到 这个丰盛的生命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我不知道在哪一个方面 可能你来到神面前 你来寻求神 说圣灵求你向我显明 在哪一个方面 我没有办法相信 在神体健康的方面 你说光哥 我一直在这样的一个 疾病的里面 我一直在这样一个状况 病痛的里面 我一直在这样一个 失眠的状况的里面 我一直在这样一个 一个忧郁的里面 来打转 可是我要问你 你说 我要你去问神 说神对你的疾病 对你身体的状况 神要说什么话 然后你愿不愿意相信 神所说的 你愿不愿意相信 祂所说的 在你的关系的上面 可能是婚姻关系 可能是亲子关系 你觉得神好像没有任何盼望 好像感觉到很绝望 好像那个问题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不知道怎么样子 能够来解决 可是你愿不愿意听 神在这件事情上面 祂要对你所说的 神说我是自盼望的神 我就是你荣耀的盼望 我是为你行神迹其事的神 如同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 大山小山都可以挪意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可是神在说 孩子我在等 你愿不愿意相信我 你愿意在这些事情上面相信我 当你相信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翻转 当你相信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的经历到 释放跟自由 你不会继续在那些的罪中 不会继续在那样子的一个光景 在一个绝望的里面 在那个状况的里面来搭转 我渴望在我们当中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光哥想要为你们祷告 每一个领域 每一个领域你感觉到 你还没有办法完全相信 还没有办法完全交托的 我要你在那个领域的当中 我要你相信 说主求你帮助我 我的信心可能不够 但是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 在这个领域的当中 我渴望经历丰盛的生命 所以主求你来帮助我 帮助我的信心 帮助我的信心 因为主你创造我 就是要我来相信你 要不然同声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 好不好 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人 每一个人都把眼睛闭起来 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 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 你是不相信神的 今天晚上我要对你做一个邀请 一样在你的面前有两棵树 一棵是生命树 耶稣基督在你的面前 祂说孩子 我要成为你的生命 我要成为你随时的帮助 另外一棵树 分别上一棵树告诉你说 你可以靠着你自己 你可以用着你自己的 靠着你自己的努力 你可以凭着你自己的力量 就是不需要神 你不需要去相信祂 今天晚上也有这个声音 在你的里面 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 你不用 你不需要耶稣了 你不需要相信祂 你自己的生活 你可以自己去掌控 你可以靠着你自己的努力 你可以靠着你自己的力量 可是有另外一个声音说 孩子 我要赐给你永远的生命 我也要赐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 你愿不愿意相信我 是你生命的源头 你愿不愿意相信我 在为你死在十日架上 来挪去你所有的罪 用我的包血洗净你的生命 使你可以与神能够和好 使你可以回到神的家里面 你可以经历到神完全的爱与接纳 神在对你的心说话 如果今天晚上那是你 你说我要接受耶稣 我要相信祂 先信上所说的 信祂的必得着永远的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源头 我是道路 是真理 是生命 我是你生命的源头 透过我你要得着丰盛的生命 如果你愿意相信祂的 当我数到三 你可以把你的右手举起来 因为你创造就是为了要来相信祂 你被造就是为了要来相信祂 当我数到三 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如果你愿意相信祂的 一 二 三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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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去看你旁边的人 他是怎么样子 他的眼光一点都不重要 耶稣看见你把手举起来 祂就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祂要使你得着丰盛的生命 楼上楼下 楼上也有 感谢主 哈利利亚 可以把你的手放下 等一下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诗歌 好不好 我们没有人离开 最后给光哥五分钟 再五分钟好不好 我们在将旧诗歌来敬拜的时候 刚刚有举手接受耶稣的 我要请你能够来到台前 你再跨一步来到台前 然后让我们的同工为你祷告 让你可以来经历这位神 他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 如果你刚刚有举手要接受耶稣的 等一下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你就可以来到台前 还有另外在我们当中 今天你听到光哥所分享的 在你的生命的当中 你有感觉到有某一个领域 你真的觉得你的信心非常非常的软弱 你在一个不幸的里面 你常常在疑惑的当中 你很需要我们能够与你一起站立 为你来祷告 让那个信心的灵可以传递在你的身上 让你经历在那个领域当中 可以经历到一个不一样的突破 我也要邀请你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你可以来到台前 但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我要你们在座位的上面 当你们在这种诗歌的时候 你要对耶稣说 耶稣我要相信你 耶稣你在我的生命的当中 你要使我得着丰盛的生命 我真的要相信你的大能 我要相信你是为我行神迹奇事的神 我要相信你 因此我要来经历你 好不好 所以当我们来唱这种诗歌的时候 如果你有需要祷告的 或是你有需要接受耶稣的 可以来到台前 我将生命交在你手中 献上一切给你祝福 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到永远 是的 主耶稣我们来宣告 耶稣我心想信你 耶稣我心属于你 那些除了钱 或者全都为了你 我这些都为了你 你和 changed evil 业在世的心里 或者全都为了你 热情都为了你 也存在你 也存在你 每亏亭私訟 serving together 全然为你 我们来唱第二节 让我们走这个星星的旅程 与你同行 当天涯海涨 无论悲喜 我心抗你 主我愿意 或祝你痴疑 或祝你应许到永远 耶稣我心抗你 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 或祝福全都为了你 歌唱也为了你 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 耶稣我心属于你 或祝福全都为了你 歌唱也为了你 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 耶稣我心抗你 耶稣我心属于你 或祝福全都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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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心属于你 耶稣我心属于你 或祝福全都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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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属于你 the last word in our life 抓到我生命当中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状况 不管面对什么样子的挑战 不管面对什么样子的问题 我相信对我生命最后说话的 就是你 对我生命持续在说话的 就是你 在今年的当中 盼望每一个青年木区的弟兄姐妹 更多更清楚的来听见你的声音 而你说听而相信 相信而开始行出来的 他的生命就像栽在溪水旁一样 他的生命要不断的发望 他的生命要不断的突破 他的生命要不断的更新 耶稣我相信 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你要成就你荣耀的工作 这样祷告奉靠绝束的名求 Amen Hallelujah 我们把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Hallelujah Hallelujah 他要带你走这信心的旅程 他是你信心创始成终者 他是你信心的创始者 也是你信心的完成者 耶稣我赞美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所以我们要继续为这些弟兄姐妹 来祷告的时候 我要你去找七个人告诉他说 你要相信神大能 凡事都可能 Amen 好不好 Hallelujah 我们相信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 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 我要邀请第一次或第二次 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可以找到啊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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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